庆祝重阳节 吉安乡长游淑珍 特别前往20多位百岁长辈中探访 献上客制化署名打造的纯金金牌 送上温馨的祝福 乡长感谢每一位老大人 对家庭社会以及国家的贡献 特别在重阳节的前夕 自证敬劳礼金 祝贺银法长辈们平安健康 人里春的林爷爷看到相机的镜头 会自动举起手开心的笔叶 屡是不爽 相当可爱 而仁和村的蔡爷爷高龄102 还是饱刀未老 拿起了剪刀 梳纸 剪头发动作依然是专业又俐落 现在还有不少铁粉 指定要百岁的爷爷来帮他剪头发 而光华村的奶奶则说 儿子媳妇都很孝顺 她的人生很幸福 这些都是吉安乡的老宝贝 乡长游淑珍在重阳节前夕 特别前往探视 也制证了纯金金牌 乐火长寿之香更是亲情满意之香 今天非常感动来看到我们的百岁人类 我们的爷爷奶奶 每一个健康而且风趣还会聊天 还有我们的蔡爷爷还会帮忙剪头发 这个姿势一摆 也看到了我们的子女 真的是子孝 我们习贤 让我们的长辈可以照顾得非常好 吉安乡的建设不能断 我们相信银法的这样的照护 更是要源源流长 我们一起开启银法建设跟幸福美好的家园而努力 游淑珍表示 吉安乡70岁以上长者多达将近有9000位 其中百岁人类24位 最高龄有110岁 每位长辈都是吉安乡珍贵之宝 床节前夕 除了透过礼金制证表达祝福 乡公所也会持续推展银法的社会福利工作 要打造最适性宜居 适合安养天年的乐林乡城 这里会讲相报道